好,在我们理解了指针的基本概念过后 那么我们下面来给大家看一下 指针和我们C元关键字中提供的一些类型修饰服务 它们之间的一个组合关系 那么在前一节内容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了 指针其实就是一种存储地质的这样一个特殊变量 那么这个变量跟我们的修饰服务之间 是不是还可以再进行一个更深层次的符号限制呢 那么我们说在这里我们在实际工程开发中 经常会利用修饰服把指针这种变量的限制范围 更明确的告诉给用户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限制服跟指针的组合 可以让用户更加明确 我们所希望定义地址的一个具体属性 之前我们在理解到指针的时候 只是给大家提到一个思想 就是指针只是一个我们的圆圈 这个圆圈它会想办法去指向我们内存中的任意一个位置 那么任意位置中这个位置究竟是什么样的概念 或者说这个圆圈的属性 我们并没有指定 因为我们都认为这是变的 比如说最典型的例子 最典型的例子 我们在定义恰心P或者是int心P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是告诉P 首先P可不可以变呢 我们说P是一个可变的变量 也就是说你这个P可以一会儿指到这 一会儿指到下面 对吧 因为你的P是可以不断的进行什么 复制操作的 也就是说这个P是可以等于什么 不同的指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概念 好那么也说P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变的感觉 然后指向这段内存 我们有没有告诉这段内存是在哪里 或者是这个内存的属性呢 我们很简单的指告诉这个 是一个怎么读取内存的方式 而这种方式呢 我们由于偷懒并没有限制特别多的修饰符 那么这个时候 C元编辑就会把这样的修饰符当成什么呢 当成一个变 也就是说我们去修改它 这段内存的属性是可以修改的 因为它是变的 可变的 只是这个变是一个字节 这个变是四个字节来变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认为 其实指针在如果只是了解这样的定义呢 它的用途 或者说它在我们实际开发中呢 它的用途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制 所以为了更好的理解 更好的或者是更好的去修饰一些特殊类型的变量 或者特殊类型的内存空间 C元呢又把我们的指针跟一些修饰符进行一些逻辑的组合 通过这些组合 让我们程序员和程序员之间 会更加方便的去进行交流 好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第一组关键字 Const 那么Const呢 作为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关键字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认为是一种是吧 长量 或者是称之为 长量 或者称之为是指读 指读性质的这样一个特殊关键字 那么这个关键字呢 我们给我们的直观感觉就是什么 不能变 不能变 虽然说我们在后面会给大家介绍 Const还是可以变 但是呢 我们先按照大家默认的一个规则 就是Const修饰的东西是不能变的 那么这个不能变 在我们实际开发中呢 就会引申出几个问题 比如说 还是这样 我们在定义一个Cher新P的这样一个基本概念过后 我们可以在这个字符串案中的任意位置 去增加Const这样一个定义 比如说 我加到这个Cher的前面 这是一种写法 当然有时候Cher和新之间 可以不可以加一个呢 也可以加 也可以加 同样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怎么呢 能不能把这个新的后面加上Const呢 好 这是一种 当然有些同学说 我们再这样写Cher新P后面 P后面加Const呢 对不对 然后当然有了这两种写法过后 那么当然我们还可以写成什么 Cher新ConstP 也就是说 我的Const可以修是什么 两个不同的部分 行不行呢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两种写法 这两种写法 我们认为是一种 一种概念 为什么这样说呢 那么我们先要理解这样一个问题 首先来说 这个地方的Cher 实际上是不是只是修饰 这个地址所指向内存的属性的 而这个属性 我不管是ConstCher也好 还是CherConst也好 那其实是不是都是告诉你 这款内存的属性是一个字节 只读方式或者是不能变的方式来读取的呢 所以说我们在实际开发中的可能会见到这两种的写法都有 但是呢 我们一定要明确 这两个的交替 就它俩的交替 实际上是等价以一个概念 那么在我们实际开发中也建议大家采用的方式是这种方式 就尽量把Const这样一种修饰符放到关键 类型关键字的前面 这样呢 应该说比较好读 或者说你觉得看起来比较顺眼一点 这种方式我们一般来说是喜欢的 然后同样的这个方式也是一样 你ConstP和PConst呢 其实也是一个概念 我们在平时也是希望怎么呢 更多的时候大家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这个方式 这种方式 好 那么所以说呢 在以后呢 我们在后面的讲解内容中 我们的定义都以这种方式来写 但是如果说大家看到了这样的写法 也不要认为它是个奇怪的写法 它其实等价于这种写法 好 那好了 那么有这些写法过后 我们还是要关心一下 这种写法实际上它隐含了一个什么意义给我们程序员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读别人程序的时候 发现了别人写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其实它间接地告诉我们另外一种信息 那么这种信息我们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 这是怎么样理解这样一句话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以P P为我们这样 我们写个稍微大一点 好 好 我们来看 那么我们说在我们的实际开发中 我们认为这个P 这个P是我们的中核心节点 核心节点 就少写一个R 核心节点 这个核心节点 我们先向我们的左边一看 发现有个心 说明P就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指针变量 记住 那这个时候P的属性 有没有已经告诉编辑器 就是它已经定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 我们就可以认为 这个圆圈里的东西 可不可以一会儿指这 一会儿指这呢 我们说是没有问题的 也说这个P你可以到处指 因为它是可变的 可变的 但是这个指向的内容 是不是前面的关键字来修饰的 而前面这个关键字 我们也谈到过 这一段内存怎么读呢 哦原来是一个字节来读 但这样读的方法是怎么 只能读 不能去写它 这个关键字的概念 是这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希望P 指向的内存空间 是一个什么 指读的 而这个P 你可以去指向任意的指读空间 但是你只要是 P一旦指向的空间 我们对于P里面的内容 想进行操作 行不行呢 我们说是不行的 就是这是一种建议字符 当然这个地方呢 我们知其然要知其所有人 我们这样写 是希望告知你 P里面内容 你不要去改了 因为我告诉你 P里面内容 我已经是指读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非要改 行不行呢 在我们C元中是可以的 可以的 这个主要原因 就是我们C元的Const 并不是很严格的 当然我们在平时的时候 还先不要建议大家去理解它可变 因为可变其实是一些计算机 更深层次的一些黑客代码 或者是一些小技巧的代码 才会用的 我们平时交流 人和人之间交流 程序员交流的时候 只要看到Const这个东西 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它怎么 它不能变 也说P随时随地可以指 到处指都可以 但是P指向的内容 一定不要去改变它 那么对于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我们就把它理解成一个 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什么 叫字符串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看 看这样一个情况 什么叫字符串 字符串我们说非常简单 它就是个双引号 定义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双引号定义的东西 那么双引号在什么 双引号的东西能不能改呢 比如说我现在写了一个hello word hello word 这样写不就是双引号吗 对不对 那我的问题来了 这个双引号会不会 由于这个程序的修改 或者说这个程序的运行的情况不一样 导致这个hello word变了一个什么 把e变成a了 就是这个单词发生改变了 会不会呢 我们说不会的 它一定会什么 每次运行都是一定是这样一个什么 长量 叫字符串长量 那所谓的这个字符串长量 其实我们p 去指向这段内存 看看符不符合这样的定义呢 p当然可以指向hello word 那当然还能不能指别的 比如说我这个内存中还有aa 那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既指向aa 又指向hello word 然后这样的话 但是p所指向内容 我们是不是尽量的不让它进行修改 看没有 不让它进行修改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是const恰心的问题 然后第二组 那么第一组 只要看到const恰心 你第一个反应 这个p是干啥的 肯定是跟字符串有关的 它去描述一个字符串的门牌号的 所以看到const恰心 几乎你的想法就是这个想法了 当然以后我们还会再深入一点 就是说看到const恰心就认为 反正这个地方是只读的 只是说我们对于那个 就是我们p指向内容 尽量不要去修改它 就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看第二组 第二组是constp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p这个变量 一旦被复制过后 稀不希望它改变呢 就不能变了 看没有 不能变 也就是说它指向这个地方 那么能不能这个箭头再变 变到其他地方 可不可以 就被复制到其他地方 行不行呢 我们说一旦这样写 那就不行 也就是说它怎么样 不管你后面的p 如何的操作 它一定要想办法 让它永远指向什么 它的初始值 但是初始值当中 它肯定还是指向内存 这不用说了 对不对 但是内存里面的内容 我们说是chart 也就是说它有没有const修释 没有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它指向内容是什么了 是可以变的 也就是说它指向一个固定地址 但这个地址里的内容 是不断地进行刷新刷新刷新 是可以的 那这种东西 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 那这种我们说 一般来说 你看到这样的定义 基本上都是一些什么呢 硬件资源的定义 什么叫硬件资源的定义呢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LCD 或者说我们的显卡 那么我们的显卡呢 大家都听过一个缓存的概念 那我的问题就来了 这个缓存的地址 是不是固定的呢 当然这个地方呢 我们当然这个问题 只是现在理解 真正的话 还要看具体的一个芯片原理 那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 我们的CPU 然后最终来说 是要不断的什么 去向一块缓存地址 这块缓存地址呢 我们可以认为是 芯片公司 是不是已经给我焊好了 在这个位置上给我焊好了 如果我要想操作它 我要想操作它 我是不是必须要找到这个门牌号 而这个门牌号 可不可以改变呢 永远变不了 因为我们芯片公司 已经给我们焊好了 或者说我们硬件公司 在设计这款硬件的时候 已经给我们设计好了 那接着呢 那下面怎么办 下面呢 我们是不是就实际上 就是不断地在这里头进行刷新 我刷不同的值 那是不是就会 显示器就会得到 不同的一个什么 像素值 那么根据像素在刷新 我们的红绿栏 那么屏幕上 就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 所以说这个地方 那么Const P 千二星Const P 更多的是用什么 这个P是指向一个固定地址 然后这个固定地址里的内容 更多的是什么 是可以修改的 就有点像LCD的那个显卡缓存 非常像 好 所以说这种定义方法 几乎跟硬件词员非常像 以后大家会发现 硬件词员很多都是这样 地址没办法变了 它是死的 焊死的 那么或者是在芯片做的时候 就做死了 你不能改变是变不了 没办法的 但是里面内容是可以变的 因为里面内容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实际需求 会给它付不同的词 进行所谓的处理 好 所以这种写法是跟我们硬件资源 关系比较大的 好 那么这种写法呢 就相对而言就限制更严格了 就是说 你一旦复制过后 这个地址都不能变 也说你还是永远指向这 而指向这呢 还得老老实实怎么的 也不能变 就指向内容也不能变 所以这个呢 在工程中呢 用的不多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工程中 有这么一个东西叫ROM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指针 告诉呢 我们这个地方 希望产生的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ROM空间 就是说 我定死了 因为你看到ConstP 肯定是跟硬件很像 然后你的内容又不能变 那很简单不是ROM 就是不是可变的东西 不是可变的设备 而是一种ROM设备 所以这种情况呢 也是一种在我们硬件中 也是描述比较多的 所以这个是关于我们Const Const需要注意的一个事项 哈 哈 谢谢观看